牛肉 牛肉 昨天从郑里买的酸奶呢 在那个凉房呢 做啥 煮点肉吃 今天晚上零下29度 你觉得不吃肉今天晚上能过去吗 嗯 倒也是 今天降温了 降十几度 今天晚上就估计零下30度 对 我要用酸奶煮肉 行 那我给你找去 你给我送到蒙古堡里的啊 这就是我用清水冲出来的肉 然后准备给大家去煮肉 我主要是想给你们说一下什么呢 这个肉就大家不要的那种边角料 就是我们在打包的过程中呢 有很多肉 我们就觉得这个肉呢是边边角角的 不太好了 就不给大家带 尽量给大家挑选那种好的 然后这就是剩下的那些边边角角 偶尔就是有点怎么 然后吹干了呀 挂在外面怎么样 你看这个就这个可能是边边上有点脏 然后这些肉 我冲了一下 这一块算是最好的了 就这么点的水 给你们记得那都是那么大一块骨髓 今天一点羊排也没有 因为羊排没有不好的 就是鸡骨上偶尔边边角角不太好 所以今天就臭骨的吃点鸡骨 你说呢 这个肉有点瘦吧煮在锅里 我也是这样觉得 放个羊尾巴巴 来煮个羊尾巴 把我的最爱煮一块 这正好有一块 沾上来 行吧 行行行 用洗吧 你不要洗 羊毛 没关系 吃羊肉还怕点羊毛 很正常 来 你们说天气有多冷呢 这几天 看 昨天倒回来的酸奶放到粮房里 冻得成这样 我要放到葫芦边上 我先烤一烤 等一会 锅开了能放酸奶的时候 只要放酸奶了 好多朋友不是私信我 想问一下咱们真正的内蒙羊肉怎么煮吗 现在我要教你们煮内蒙羊肉了 想学的朋友千万不要砸眼睛 这个锅里是冷水 咱们要冷水下锅清水煮 来先把羊尾巴放进来 就在外面走路这一节就给冻成 冷水下锅清水煮一定要记得 进锅之前呢最多在水龙头上冲一下 千万不要去操水啊 羊肉吃的就是 这个羊肉的香味一旦操水了它就不香了 而且一操水再煮的话 它就不是冷水下锅清水煮 就要是这种冷水给它煮 让它保持肉的原有的这个香感 不要盖锅盖千万不要盖锅盖 这不跟这个冻上了吗 来这样水有点少 特别是要喝汤的朋友水更少 这个时候呢我会压 这个有点羊毛很正常 这个羊尾巴都没有洗 我们牧民就这样吃也习惯 反正它都是干净的再不多了 我自己认为纯天然的东西都很干净 但是你们拿到以后 都在水龙头上冲一下 那个这样水呢有点少 我们再给它去加点浓水 这样煮一锅肉 围着火炉 然后等待肉的这个熟的过程 真的是特别幸福 火开了然后呢肉也变色了 这个时候呢都变成这种熟肉的颜色 这个时候就可以盖上盖 熟的更快一些 四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这个时候就要给它放盐了 再晚了怕入不了瓣 放盐就可以了 真的不需要放太多的东西 葱姜盐就是手扒肉的必备品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大招 那就是咱们的蒙古酸奶 这个酸奶可不是你喝的那个酸奶啊 它这个是超级超级酸的那种 慕名的那种酸奶 啊像醋一样那种感觉 而且还有一点醋精卵 今天少倒点吧 因为牛牛想吃最醇的那个 羊尾吧 所以的话少来点酸奶调调鲜 这就剩手扒肉的最后一步了 就是把整个的整块的土豆把它放进去 去吸它肉里的这个汤沾 最后就会达到吃土豆的时候 满口都是肉吧 哎呀这个口水 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到四十分钟了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现在就可以吃了 如果你觉得四十分钟那个口感不行的话 有点硬的话你就等一个半小时之后 那就可以吃了 手扒肉就算成功了 我的手扒肉里面有土豆 有羊尾巴 还有大家都不愿意要的那些边边角角的料 这样煮熟的手扒肉呢 我们也是抢着吃 为什么呢 因为材料好其实不分哪个部位 也不分它是公呀母呀什么品种也不分 它只要是草原上长大的运动达羊 那它真的就是每一个部位都很好吃 它那个很矫尖的身材 再加上它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足够好的话 每个部位的肉都很好吃 你看为什么每次炖肉都会放一个羊尾巴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羊肉呢比较偏瘦一些 它每天走的路特别远 在很多地方都跟大家说过 我们西部地区比较偏一些 然后呢它就羊呢又是很飘食的一个动物 所以它它想吃饱 它还要走很远的路 每天大概据我们监测它能走到六七万步 所以它我们这里的羊就是五十斤的 五十斤以上的羊也都不肥 但是呢对于我们牧民来说 有时候这个不肥的肉还有点满足不了 我们就会在炖肉的时候放一条羊尾巴 让它那个油去浸到它那个瘦肉当中去 只有油浸过的肉瘦肉 它才会更有味更有感觉 就跟我们炒菜的时候 炒炒豆片的时候 为什么要放油 油大点更好吃是一个道理 就是说太瘦的 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太香 只有把那个顺便去咬的时候 那汁出来那种感觉真的特别是很香 所以我们的肉也就会放这个羊尾巴 如果觉得羊尾巴太大了 然后肉又不够多 这个时候放土豆 就会把油再吸到土豆里 就是所有的肉都这样 来来回回一点都不再浪费的 然后你再翻过来吃土豆的时候 你又吃到的又是那种肉罐 那个清满油的那个土豆的那个感觉 所以说缓缓相扣 我觉得人类的智慧真的很大 就是能把这种食物吃到这种 这个境界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今天外面的天气已经达到零下二十多度 白天零下二十多度了 特别特别冷 我们都不敢出去 出去的时候都穿羊瓢 然后在家煮点肉 坐在火炉旁边 幸福感真的满满满成是幸福感 我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吃到好的牛羊肉 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想看这锅肉是怎么吃掉的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点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